春节是万家团圆的节日 但对于大批在韩工作的中国工人来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他们仍然选择就地在韩过年 节日前夕 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驻韩办事处 特意准备了春节包 给他们送上娘家人的祝福 今天我们过来给大家发发春节福袋和防疫包 主要是为了缓解我们工友的思乡之气 每逢佳节被私亲 我们的工友能够克服困难 与祖国同心 与使馆齐立 坚守岗位 不畏辛苦 用实际行动展示了我们中国劳动者的勤劳制服 所以使馆准备了防疫福袋 里面有基本的防疫物资 口罩 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 我帮你拿个盆 好巧妙是吗 对 你好 真的太开心了 特别暖 在团圆的日子里 思乡是这些在韩宫人绕不开的话题 想家吗 肯定想家呀 最主要还是想父母 因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嘛 时间长了 不都说儿型千里母丹幽嘛 都一样 父母特别想让我回去 还是疫情 疫情期间工友们在韩国的生活免不了遇到困难 但娘家人的照顾让他们觉得心里并不孤单 问题就是人家说什么我也不懂 那天我就想这怎么办 就打电话问他这个王兄弟 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特别好 就是说明我们在国外就跟自己家一样 对 其实我们这些数千名工友啊 它后面代表呢就是数千个家庭 所以为了让我们祖国的千家万户的亲人们 对我们的工友放心 所以我们商务部投资促进局驻航办 要做好我们在韩中国工友的娘家人 据余晓嘉介绍 目前在韩19中国工友有1100余人 位于经济道华城的塞诺斯公司 雇佣了31名中国19工友 这里也是在韩中国19工友最集中的地区 这工长是中国工友的约传立局 雇传 keluar的约传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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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了 中国工友本身通过去外出的区别人 所以是百个人虽官就直接述在香港 约传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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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的交口 同传的传既传的友谈 近春节,这些在海外的工友也通过我们的镜头向祖国和亲人送上了他们的祝福